腾讯体育市北京时间8月20日凌晨,2018-2019赛季斯诺克中锦赛资格赛打响。 在首日的比赛中,香港名将傅家军5比2击败贝尔德,吕浩天德比战5钢4绝杀离远进正赛,其他比赛中,罗伯逊5比3圣妙尔,莫菲5比2击败布朗,利索夫斯基,瑞恩戴和艾伦成功挺进正赛,香港名将傅家军经历了年初演护手术后状态会生。 本赛季世界公开赛场进巴乔,在中锦赛资格赛上遭遇贝尔德,首局比赛贝尔德率先找到进攻手转,傅家军围球拿下35分后中断,此后贝尔德连的54分建立优势,拿下这局1比0领先,第二局中傅家军手感全面回升,单干90分胜出这局1到1平后,第三局中傅家军连的101分破百, 拿下2干1反超,贝尔德80比5赢得第4局胜利2到2平,此后比赛傅家军完全压制对手,打出两干80加连胜三局,最终5比2淘汰贝尔德挺进正赛,交价吕浩天和李远在中锦赛资格赛上演得比赛,比赛首局吕浩天上售单干57分拿下这局,随后77比6赢得第2局缠斗胜利2比0领先, 李远单干50分拿下第3局,第4局李远尽管连得62分,吕浩天68比62险胜这局3比1领先,随后李远单干98分拿下第5局后,75比8大比分,胜出第6局3到3平, 关键第7局吕浩天刚刚12分胜出4到3来到赛点,第8局李远远就赛点,总分来到4到4平,决胜局中,吕浩天顶住对手追分压力,正采阶段中抓住机会,59比312胜出这局总分5比4胜出挺进正赛, 莫尔本机器罗伯逊本赛季拿下李迦赛冠军,在中竞赛资格外遭遇妙儿,比赛开局阶段进行的十分胶着, 罗伯逊42比28赢了首局缠斗胜利,随后林敲碎打建立优势76-12,拿下第2局,随后第3局, 罗伯逊完整单扎101分破百,取得3比0领先开局,比奔落后的尿尔状态提升,连追3局总分来到3到3平, 关键第7局中罗伯逊稳住阵骄傲,连得63分拿下这局后4-3率先来到赛点,顺势胜出第8局后, 罗伯逊5比3胜出挺进正赛,魔术逊莫非上赛季有着出色表现,拿下冠中冠冠军, 并在多想派名赛场进决赛,但本赛季莫非则是状态低迷,密加赛不敌赵心头, 玉山世界公开赛和欧洲大师赛连续无缘正赛,在中锦赛资格赛遭遇布朗, 首局比赛布朗林敲碎打70比0超分拿下这局,随后莫非进攻手感提升, 当该57分胜出第二局后,第三局空出123分扑百2-1反超, 布朗林的51分拿下第四局,2-2平,第五局比赛开始莫非再度压制对手, 95比21胜出这局3比2再度领先,随后莫非单加连续打出64分和99分连胜两局, 最终5比2淘汰布朗挺进正赛,名将艾伦资格赛遭遇小奥沙利文, 首局双方缠斗彩,球阶段小奥沙利文招出机会拿下, 随随后艾伦进攻莫非回归,完成两感破百一感, 其实将连胜四局4比1领先,小奥沙利文随后挽救一个赛点, 艾伦62比20胜出第七局,5比2胜出挺进正赛, 利索夫斯基资格赛遭遇布恩斯,2比2平后布恩斯连胜两局4-2拿到赛点, 随后利索夫斯基状态回升,连续三局完成单杆十加制胜, 5比4逆人引进正赛,名将瑞恩戴遭遇琼斯, 瑞恩戴首局轰出单杆123分破百,随后琼斯完成单杆131分, 后比分来到2比2平,瑞恩戴随后在第六局搭嘎赞轰破百, 最终5比2淘汰琼斯挺进正赛,狂野之称飞恩免则声明, 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期待来自娱乐部长的灯离新闻者期限之后, 接着新闻客医者帧场, 接着新闻者带局的处理,